沃泰华市卫生官员称,该市五所法语天主教学校,约2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已被告知需进行自我隔离,因为他们可能在校车上接触过新冠状病毒。 所有受影响的小学都属于法语天主教教育局,苏属学校已于9月3号起重新开始上课。 接受访问的埃奇斯医生告诉记者说,大量学生被隔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暴露在校车上,而不是课室。 他说公共卫生官员不确定这些学生在车上是否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所以他们都被告知要隔离。 他称自己希望看到更明确的座位分配守则,这样整车的学生都不需要因为潜在的接触而被隔离。 埃奇斯说,这200人将需要隔离14天,从最后一次可能接触到的病毒时间开始。 如果他们收到阴性的测试结果,他们可以尽快返回学校。 埃奇斯指,有关人士不应该在可能接触病毒后的5天内接受检测,因为病毒大约需要5天的时间才能生长到可以被检测到的水平。 埃奇斯想调,通过戴口罩、坐在指定座位等措施, 温泰华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冠状病毒传播的风险,从而避免隔离。 在温泰华地区,第一批九年级学生在周二回到校园上课,其他中学生会在未来三天陆续上学,小学生则在下周恢复上课。 该市的天主教小学于9月6号给家长的信中指出, 学校与公共卫生部门合作,审查及确认重要做法,以减少新冠病毒的潜在传播。 例如,学童在进入学校前需进行检测,即要求学童一旦生病,必须留在家中。 公共卫生部门也提醒家长,如果没有收到卫生部门的电话, 及其子女不会被视作紧密接触者,除非出现病争,否则不需要进行样本检测。 对于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本周回到学校课堂, 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也正在密切注意社区中新冠病毒再度爆发的情况。 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谭勇士认为,目前病毒传染率提升对于学校重开并非一个好迹象。 谭勇士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加拿大的基本传染数徘徊都在1以上。 他补充,基本传染数需要长时间维持在1以下,才能避免流行病的再次急速反弹。 如果数值达到2将是灾难性的,不断循环的结果将是病毒被广泛传播。